星哥 什麼是債券 我來說就是老闆欠錢 那當你開了一個公司 你現在開始有資金的運作的時候 就是一種一種叫做發行股票 另外一種就是發行債券 簡單來說就是跟市場借錢 所以跟市場借錢 你就要還給市場錢 所以簡單來說債券 就是這個借錢的平均 那麼星哥 那股票也會發鼓勵啊 那跟債券有什麼不一樣 欸 沒辦法喔 股票的鼓勵 就是這家公司有賺錢 他才要配發鼓勵給你 沒賺錢就沒有 可是債券 那是借錢呢 第一個 我多久還你 這叫做債券的期間 一個叫做什麼 每年還你多少利息 這叫做債券的殖利率 所以這兩個東西就是固定不變的 只要公司不倒 就是要還這個錢 所以說簡單啦 你不要借錢給很高利 但是有危險的 譬如說 中國的黃地產公司 恒大避潰員 現在就出現 玩不出來利息的狀況 星哥 這樣我知道了 你頂到一條 給我休息一下 來來來來 喝一杯啦